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伊朗企图将浓缩油提炼到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水平 我们正在展开谈判 正在磋商 而且最近的确取得了某些进展 但是这些进展并不令人感到满意 法国的立场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 内塔尼亚胡反复表明对这项即将诞生的协议的忧虑 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说 很明显这项协议只对伊朗有利 对其他国家不利 这是伊朗的美梦 却是全世界的噩梦 以色列敦促法国以及另外世界五大国 在同今年8月上台的伊朗总统 鲁哈尼领导的政府进行谈判时 不要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以色列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威胁到了以色列的生存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